近日,一位网名叫小一的姑娘在社交平台上写下签字声套文字,称两年前被前锋性侵引起了网友热议。 正当大家剖析小一所爆料内容的真假时,随后小一又接连在社交平台上爆出了多条监控视频,无疑又添加了一锤。 从画面中可以清晰看到小一完全处于一种醉酒的状态,而且做出了多个抗拒的举动,女方完全是被男方拽进来的。 另外,女子亮亮呛呛地到达房间门口时,再次做出了极不情愿的举动。 当时女方的脚有意去挡墙壁,不料被男方一把推进了房门。 虽然看不清男子的脸部,但是这个视频足以证明,女方当时完全是抗拒的。 同时,也有网友扒出了前锋和视频中男子拥有同款衣服,如果真的是前锋所为,那么足以毁掉他在娱乐圈的视野。 目前,湖南卫视已发表声明,调查结论出来之前,将暂停前锋的所有工作。 随着事情的进一步发酵,不少网友对于前锋的事情义愤填膺。 不过网友愤怒归愤怒,但还需理性吃瓜,毕竟现在的最终结论还没有出来。 如果前锋确实有问题,那么他会承担代价的。